披上草衣 狙击枪也用草皮包起来 一身卫装要来上手杀敌 他们是令对手温风丧胆的精锐狙击队 被称为巴赫姆特幽灵小队 一共大约有20人组成 过去几个月在巴赫姆特内外 狙杀了超过550名俄军 在敌军毫无察觉下开出致命一枪 幽灵小队莱雾尹去无踪声名大噪 他们定点巴赫姆特南方 日前乌军收复克里什祈福卡村之际 幽灵小队功不可没 为同胞弟兄多一道坚强掩护 只是反攻尚未成功 乌军还要镇守刚夺回的村庄 前线持续苦战 反攻进度比预期缓慢 西方军援是关键 特别是乌克兰不断要求美国提供的 长城陆军战术飞弹系统 一旦参与战争 预期能给乌军带来不少优势 分析师认为 Attackers的训练时间 不用像F-16战机这么长 乌军很快就能上手 不过专家也担忧 若长城飞弹真的发挥作用 恐怕更加激怒普钦 反让战况升级 希望做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